这个《少林足球》里 你这个有一个守门员的演员 你选得很像李小龙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也很喜欢他 你喜欢他到什么程度呢 你说那个守门员还是李小龙 李小龙 对对对 喜欢到一个非常喜欢的程度 非常喜欢 到什么程度 不能说非常喜欢 就是你当时迷他迷到什么程度 你像比如说有些学生 他会把所有的照片 都贴满自己的房间 像你会怎么样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了 把他的书全都放到整个房间都是 然后就是每一天都研究他的 关于他的东西 这个这一种态度到现在还在 还在 还在 就是你可以留意到 那你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的电影 不是觉得很简单吗 就你看那个镜头啊 表演都简单的不得了 为什么还会喜欢 已经拍过那么多电影了 还会喜欢那样的电影 你说李小龙电影 对啊 对啊 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好的 我觉得 还有李小龙对我来说 他不只是一个演员吧 他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 他是我的一个精神的 怎么说精神的 蜘蛛 蜘蛛 对对对 蜘蛛 对吧 偶像啦 反正就是这样了 对啊 为什么呢 就是说可以拼斗是不是 不服输然后 基本上李小龙的精神 我觉得是应该 他是很值得去研究学习的 他从小的时候 他就发现 这个中国功夫 这个东西可以 对他来说是一个 他一生人就是要做 这方面的努力 他相信他这个 中国的功夫 有一天就变成了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最流行的东西 他就觉得 我就是要干这个事情的人 最后他真的 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就是中国功夫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叫李小龙的人 他是最先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全世界性的东西 这个当然我自己对于这个武术 这些方面也是非常有兴趣 你练什么功夫呢 中国功夫 中国哪一门的功夫 我练过 吃的功夫 吃的功夫也有 也有 也有 比如说 这个 叫太极 你练太极拳 太极拳 还有一些叫 用春拳 用春拳 当然也有 其他的功夫 你每天都练吗 20年前我是每一天都 现在呢 现在每一年练两次 是不是 现在一年 应该也有好几次吧 有好几次 一定比两次多 一定比两次多 可是喜欢李小龙的人 很可能成为成龙 就因为你可能喜欢他的功夫篇 然后你就练功夫 你就很容易变成成龙 但是很难变成周星驰 因为 因为好像你看李小龙是这种 一身正气 然后没有那么嬉皮笑脸的 然后人家一觉得 周星驰就是像伟小宝那样 也没有正经的 反正就是 无厘头家胡闹的这种 所以我很难理解 为什么你喜欢他 但是会发展成你这个样子 我看最大的原因 都是我刚才说 是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 他的一种精神 他的思想 是令我觉得 他跟硬核一般的不同 他不是混饭吃的 你是混饭吃的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 开玩笑 我看你来给你